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绝不傲慢 傲慢呢,就是让人有称慧心 我被这个折磨了很久 那尤其是 那你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你本来身子就很虚 你这个时候再去生气的时候呢 往常的时候你的身体受得了,也无所谓嘛 那你身子虚的时候你再去生气 你就是病上加重 根本身体受不了的 所以呢,暑假的时候回国嘛 因为水土不服,就身子虚 再加上国内的环境 就是有点习气吧 所以回国就是很傲慢 嗯,结果就是根本受不了 根本身体承受不了 特别难受 所以啊,我就领悟到绝对绝对不能傲慢 不能有脾气 所以呢,这是从身体方面考虑 你千万不要生气和傲慢 对身体非常不好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自信的问题 就是,还是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才会傲慢 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才会生气 所以呢,这就说明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自信做到谦虚 谦卑 要爱自己 要爱自己 要接受现在的自己 就接受自己 然后呢,爱自己 你就会发现呢 没有什么所谓的脾气 没有所谓的傲慢 所以绝不傲慢呢 真的是任何时间地点 不要傲慢 加油 加油